这琴弦上怎么会有根针啊 针上有毒 这毒不知名 但毒的伎俩足够让人动弹不得 动弹不得 那下毒的不会是个采花贼吧 想趁机一亲方则 你判案还真是全凭感觉 不提逻辑 这个话才不像什么好话 若是采花贼 那为什么要选择温良语在的时候伺机耳朵 难道想找个关注注注信吗 那 那 那不是采花贼会是谁啊 咬娘吗 不不不可能 清旭怎么说也是这儿的头牌 咬娘怎么会拿自己的摇签术开玩笑呢 有时候嫉妒 才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器 走 搅扎 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 这不是廷尉寺的秦司情吗 你带着一个姑娘家偷偷摸摸地躲在床后面做什么 本卿负责清绪被杀一案 我何时出入案发现场是我的字眼 倒是姚瑟姑娘 不知鬼鬼祟祟在这干什么 我和清绪情统姐妹 她不幸遇害我甚感伤心 所以想来她生前的住处 祭拜祭拜 情统姐妹 你们前几日不还当众大打出手 她把你脸都抓花了 怎么 现在伤好了 情统姐妹了 你 姑娘家嘛 总是会有一些些八卦的 解释 大家都是性情中人 一言不合有点摩擦也属于正常 我怎么可能因为这些小事就记恨情绪妹妹 甚至 甚至要害她性命呢 你确实不曾想要她性命 但是你在她情中藏了毒针 你想让她谈不了情 我说的对不对 姚瑟姑娘 是 是我做的 我怕迟早有一天会被你们发现 所以想趁着寺下无人 偷偷销毁证据 没想到境遇上秦四卿 去而复返 果然嫉妒才是杀人的理解 可那姚娘说了 情绪早就不想在明月夜了 她对你的威胁也就不复存在 你为何还这么做 那是她自找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马上就要离开明月夜了 大家姐妹一场 当然要跟姐姐告别 毕竟有我在这一天 姐姐在明月夜就永无出头之日 你不要欺人太善 我哪有欺负你啊 我这不是要走了 给姐姐你留机会吗 不过 姚瑟姐姐 你可得记住了 不论走到哪儿 问情绩和美貌 你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 你 你 让你说 打我 打的就是你 你 你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姐姐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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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就是上个月 我们俩动手的原因 我恨她不假 但是我只是想在她离开之前 给她一个教训 让她常常不能弹琴的滋味 挫挫的嚣张的气焉 却从没有想过 要娶她信娘 那她离开明月夜之后 有没有跟你说去了哪里 你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 她会和我说这些吗 你可知道 她有一位神秘情郎 还不就是那个姓温的傻生 除了温良语 她还有一位是吗 我想起来了 是有这么一个男人